主视角监控人强杀电视人叛徒 丧尸无双人行马桶战神现身 泰坦钻头人竟被吊死 主视角监控人又被吞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赶紧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马上开播 被049感染的电视人出现了 但是现在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做出了一个谁都意料不到的举动 给主视角监控人传递了一个 超级超级重要的信息 就是泰坦们的位置 魅影叔叔觉得主视角监控人相信他了 然后过载的昆曼吐出了X18增幅器 可能再不吐出来就要爆了 钻头人在旁边调好传送器 目的地是023号基地将昆曼送走 可见昆曼没死是确定的事情 然而这个区域的事件并没有结束 作者仅跟正版剧情 旁边出现传送的烟尘 并且出现前所未见的蓝色烟雾 传送过来的竟是最强无双人行马桶的战士 虽然他的装备烂到吊炸 但是他在正版设定光环加成下 直接对着泰坦钻头人发动攻击 任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照面 竟然是泰坦钻头人吃了大亏 他愤怒地冲天而起 对准无双人行马桶战神一招坠落垂击 打出绿色燃料些许 不过无双人行马桶战神 竟将最强武器肥嫩长蛇隐藏在口中 突袭泰坦钻头人果然得手 见此情况 泰坦钻头人果断改变战斗策略 使出自己的独门技巧钻地术隐藏身形 偷溜到无双人行马桶战神身边 一举拿下了他的肥嫩长蛇 泰坦钻头人尝到甜透 故技虫吃 但是在无双人行马桶战神的眼里 任何招式都只能使用一次 泰坦钻头人第二次偷袭时 被无双人行马桶战神抓个正招 像极了正版里的画面 主视角监控人也是立即支援 但是X18的蓄力时间太长 竟被来自于黑暗中的某个角色给打断 主视角监控人并未发现对方的踪迹 指得强行剪枪 但是行动被无双人行马桶战神看穿 再次踢走X18 并伸手抓向主视角监控人 他一个旋转跳跃捡起X18 并看到了一个纸条 纸上说049的血可以杀死丧尸 我并不确定主视角监控人 有没有看到这条消息 接下来的事情太可怕了 他被无双人行马桶战神给吃掉了 腾进了肚子里 这一次没有音响格来拯救他 他确确实实地掉进了 无双人行马桶战神的肚子里 滑压滑进了 可能是为的部位停了下来 刚才的位置有个博主的彩蛋 跟着一起掉落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不提了 因为这里太可怕了 残留了很多监控人的尸体 主视角监控人想要从入口出去 不过明显很困难 可能他觉得用X18 轰开一个孔子会容易一些 然而无双人行马桶战神 不会让他如愿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虽然作者前两集才说 剧情与时钟宇宙独立 这一集立马使用 时钟宇宙里独创的小道具 而且这一集里 仅跟正版热力并进行致敬 不过作者独特的疯狂 仍然在继续迎接 不迈关子超级豪爽的 将龄49的弱点暴露出来 我超级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 只是魅影叔叔 想他们要拿到049的血液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续主视角监控人 会用什么方法 逃离无双人行马桶战神的肚子呢 是抢到了X18 给马桶开了的大洞 还是突然消失的泰坦钻头人 又神奇现身呢 赶紧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等待下期影片出来揭晓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